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生猫胎 豆豆狗狗 这时间是什么选秀集日吗 选秀节目真的也太多了吧 爱惜意同讯芒果大PK 怎么能少得了优酷也跑来参团呢 所以在今年遍地太化的女团选秀综艺中 终于来了一个 今年唯一一部男团选秀综艺 少年之名 但是由于去年的乙胡之名 对不起对不起 是乙团之名太胡了 真的胡穿地形 所以起先很多人都不太看好 觉得酷真的不要再搞选秀 耽误孩子们了 甚至连这次少年之名的 少年制作人张燕心 都表示不太看好 我觉得你们今年不应该做这个节目 你不机制一下嘛 都已经淘淘淘淘 前面淘完那么多播了 你再淘一波 那哪能出好的名字 怎么可能啊 然而在首播那天半睡半醒的夜里 我们点开了播放按钮 顿时清醒了 首先就是导师阵容 真的是看到导师都觉得好奇 想点开看了 有前面提到的张艺兴 不过张艺兴这次转成了幕后 主要负责教学方面 评审团里有音乐导师胡彦斌 舞蹈导师程骁 和这就是街舞第一季总冠军的韩语 还有郭敬明 主题曲的歌词就是郭敬明填词的 看歌词那一刻就觉得 这很小似 初舞台的飞行导师是郁阳千玺 然后目前关心的第一 二次公演的飞行导师是王嘉尔 特性教练团有娃娃 Franklin 刘俊和谭周 说到节目的看点 其实这次的少年之兵有超多的手面孔 就是云集了很多之前参加过男团选秀节目 偶恋 金女一 还有乙团知名创造营的选手 比如偶恋排名第13名的小布丽 李希侃 左叶 徐胜恩 还有金女一的 胡文轩 林默 乙团出道的苏勋伦 创造营的林染 等等等等 果然就是人生没有淘汰 只有转换舞台 听说你很想见我是吧 说人生没有淘汰 只有转换舞台 哈哈哈哈 估计偶身的选手 看到张艺兴的内心 娃死是这样的 偶像复读生 青春又是你 少年老是你 张艺兴表示 追到天涯海角 不把你们亲手送出道 我不放心呀 首先我们来说说看节目赛制 跟之前的乙团知名赛制比起来 上年之名的赛制 看起来就合理多了 参赛的84名选手 提前两个月 接受来自节目组 进行的集中封闭训练 让参赛整体水平 把告同时也保证了 节目的质量 看得出来 库正思是想用心做选秀的呢 然后第一期出台 就要淘汰将近一半的选手 真的 这也太刺激了吧 所以作为第一组出场的选手 无疑是压力最大的 四字弟弟宣布 谁想第一个站出来 就举手 没想到来了第一组 我们就看到了熟面孔 去年乙团知名冠军队出道的杨斌卓 还有SWIN 也就是蔡西坤的前队友 左齐博 结果就是乙团 乎到出道选手 都来吐槽 没资源要再就业 我刚开始在乙团一的时候 我是出道了嘛 但是后面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工作 因为杨斌卓在个人简历上 写的最强才艺是舞蹈 所以舞蹈导师韩宇 就cue他来一段舞蹈表演 万万没想到的是 杨斌卓居然表演的是 上一届乙团知名的主题曲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帮场傻眼 尴尬的双脚抓住了一套 三十一厅了 这么没诚意的吗 最想不到的是 92年的左齐博 居然进入了淘汰待定系 也没给出淘汰的理由 是因为年龄太大 不符合节目的主题 少年之名吗 就很不解 而且这里补充一句 每个导师手上 都有一张守护卡 可以用来复活淘汰的选手 但是很可惜 左齐博并没有人去救 接下来 我们来重点案例 几个我们屁哥的选手了 第二组出场表演的 今年18岁的杨超文 也是节目第一个 全部导师都一致肯定的 全优生 表演的时候 台风很稳 表情管理也很到位 简直是 台上小狼狗 台下小奶狗 表演结束后 所有的导师都只评论 并且夸奖了他身边的两个队友 唯独跳舞了杨超文 感觉弟弟在很努力的保持微笑 但是可能内心觉得自己应该就被淘汰凉凉了 当听到郭静明最后宣布他们全组晋级的时候 瞬间就把孩子弄哭了 如果有个当代美少年落泪图鉴 杨超文绝对可以拥有姓名了 接下来就是两个唱粤语歌的广东靓仔选手 他们两个唱歌实力真的很强 就连张艺兴都误以为是放了原CD的水平 在家事环节 李浩演唱了一首傻女 可能入戏太深了 表演结束后后仰倒在地上 导师团包括屏幕前的我们都给吓死了 以为是低血糖什么的 出了舞台放松事故 还有唱条rap都很强的选手崔绍鹏 自带扑克脸 喜欢海外舞人男团的队长 我喜欢海外的一个很有名的舞人团体 特别喜欢他们的队长 有人说长得跟他有点像 我盲猜这个舞人男团是big one 队长是陈志楼 接下来这个就是整个第一期的话题选手繁语了 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 全程节目组都给他的脸打马遮挡 先开始我们以为是跟优酷脑白的选手不给他尽头了 结果后来才知道 因为跟前公司的合同纠纷 所以不能参加比赛 甚至脸都不能露 其实这个舞台应该会是我在《少年之名》 唯一一个能够留下的舞台 但是为了帮助在节目中认识的队友 一起完成排列了两个月的舞台 他选择戴上面具和队友一起演出 导师胡彦斌说 对凡宇的客人竟很感兴趣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大型圈粉现场 实力强盗 导师都觉得他是C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如果他能往后走 我觉得是C位很强的竞争 完全不靠脸都可以感受到帅气 真的是太可惜了吧 既然节目里看不到帅哥的脸 那窦果就来带你们看看 这位神秘少年的颜值吧 都不觉得凡宇的失礼 以后去参加任何一档综艺 都会活的 除了凡宇 我们丝心辟克了 还有同组的正人语 家世部分就选择了难度超强的 即兴创作 承销随便出的关键词梦想 他就现场弹唱了一首 加上所有导师名字 并且押韵的歌曲 真的respect 最后表演的都是几个曾经有过舞台经验的选手 包括之前偶练的李兮凯 这一组裁则选手都掏心掏肺的说了很多空窗期的心酸 甚至有选手哭着说只上过一个舞台 却被扣上了回锅肉的帽子 张一新也硬刻回应了网友对回锅肉的质疑 一阳千玺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回锅肉这个词挺讨厌的 不是谁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也不是谁都有被大众解释的勇气 就真的三观很正了 其实近两年的选秀层出不穷 不乏有很多曾经参赛过的选手 选择再次挑战自己而站上舞台 因为他们怀揣着年轻的梦想 也愿意为此去奋斗去拼搏 我们真正想看到的是这些胸怀梦想的少年们 在证明自己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变强大 但是如果有些人抱着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有知名度有人气 起点比别人高 可以不需要努力的话 还是会被更优秀的人取代 这是因为选秀越来越多 观众的眼光也越来越挑剔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配上男团女团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因为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呀 还有就目前来看 少年之名还是不错的 就是希望千万不要像乙团之名一样 高开低走加骚操作了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想跟我们继续给大家安利松印吗 那就赶紧订阅我们吧 大作果果 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